也似乎他是诗人 跟妈妈的关系 妈妈是怎么教育他的 他会变成诗人 然后这个关系 一直都两集也都不会提到 只是说一个是诗人 一个是妈妈 然后妈妈跟他之间 好像也没讲什么话 面对面 有时候就是心里想着 然后两个人面对面 然后问的问题 好像也都是 好像妈妈对儿子之间的关系 好像从小到不小是怎么教育他的 我想问这个问题 其实妈妈并没有教育他 这个约瑟夫里面是自我成长比较多 然后跟妈妈 妈妈只是要维持生计 就其实坦白讲就已经很不简单 他每天做的就做乳酪 养鸡头的乳牛 然后这些 挤一些牛奶 然后去卖 就可以把这小孩子拉吧 那主要的就是谁 主要的就是约瑟夫 他自己很有兴趣 他想要当事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事人其实是有两个人 一个就是他朋友 一个就是他 你现在做对照 耶稣好不容易 耶稣好不容易去逮到那机会 跟那个老师喝喝喝 喝完又老师就 最起码喝人家酒 把他登一次 好 让他变成是一位一首诗的诗人 然后他自己也很得意 但是问题是 这个朋友 他写了说你帮我打字 看看能不能登出来 各位想想他能不能登出来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我们坦白讲 我们台湾的诗集 要去登一篇诗 那真的是很难 但是如果有朋友推荐 或有一个有名的诗人 拜托你帮我推荐 还很快就登出来 所以还是 很多的作品里面 其实都是还是人情 都是人情 好 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他这一段心理路程 他之前里面 请注意他看他的朋友 他在两个人在欣赏中 你有写吗 有啊 我登出来 那个朋友就拿出来 一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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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又是在观察他 第一 从下面看起 穿了一双雨鞋 然后泥泞不开 通通是张西线 然后衣服也是张一线 再往上看 带了一点矿工的帽子 他们还有登的 对不对 你现在是私人吗 不是 你是矿工 而我呢 我是私人 好 到最后的时候 完全放弃的时候 变成是他私人 私人的那个位阶 你不见了 他变成是 也是 也是困工啊 所以他最后 出来的时候 我们以为是他朋友 你不是啊 是他自己 是耶稣屋里面 所以那个镜头里面 放了很长很长很长 不过这个导演里面 没有刻意的 用镜头里面去诠释 但是事实上 也诠释了很多东西 跟他妈妈有互动关系吗 其实妈妈里面 要去教育他 真的是很难 妈妈唯一能够表现出 出很多 比如说 一种善意的 是妈妈心情 很愉悦的时候 妈妈本来要告诉他说 妈妈可能 会跟一个男的 这个男的可能会来 所以为了要让你高兴一点 所以我妈妈煮了好多菜 结果他不来吃 为什么会来 不来吃 因为他发现 他阳天前 他根本不能去当兵嘛 所以这个是他 最大的困难 所以两个人如果说 快要有焦急的时候 一个人释出善意的时候 要有焦急的时候 结果通通泡汤 所以有很多次 阴错阳掌 这个电影里面 拍的比较好的地方 切进来 在角度里面 让人里面 有一点点 感觉上 是我们讲的 情理之内 意料之外 那就是这里 所以他很细腻 他不见得是 一定要大张旗鼓 去告诉你 妈妈对这个叶瑟夫 坦白讲 要怎么去教医呢 一事物里面 他说有一天 我要拿 妈妈讲的话 是什么 有一天我要拿 那个打字机 扎他的头 为什么 我在讲话 他根本就 打他的字 他根本不理 不会搭理 所以很想 这两个母子关系里面 我认为很糟糕的 所谓很糟糕 也不见得是那么糟糕 很多家里的 不都是这样子吗 他叫也叫不听 你到底有没有听到 他也不理你 要不要来吃饭啊 很久很久才出来 有没有 我想都应该都有吧 那约瑟夫里面就是这样 可是陷入到那个 那一段年龄的小孩子里面 其实都差不多 因为他的思考有他的 开始要转型的一种思考 因为似乎究竟将来会变成什么 现在都不是定论 但是问题是导演最后 给我朋友有个画面说 你原本认为你那个朋友里面 就张希谢 现在的画面也是张希谢 因为必须要务实 最终里面 尤其他思考 最早最早 是导演里面思考的一种 所谓的故事的面向 只有到这个里面 所以他才后面在想出 前面的时候 他老了一点的时候 他的婚姻关系 或者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 还没有获得一种 所谓的释放 或者是解答 所以到后面才有拍了一个软 往后面推 才拍了一个密 所以他小时候是怎么来的 他为什么有癫痫症等等 妈爸爸是怎么回事 可是他黑 不是黑板 就是那个墙壁上面 挂着他妈妈 跟一个什么 一个那个那个 他的爸爸 相片 那不是第一集里面的爸爸 所以算另外 另外一个 所以这不见得是说 他说他也不要你去串联 可是我们还是愿意 把他串联起来 因为他是一整套系团的东西 所以人其实他代表 也似乎代表着 很多人的一种内在 成长的一种 所谓过程 所以妈妈里面其实 并不是说妈妈很有学问 你们就教别人 不过妈妈里面最后 如果说他真的跟这个站长里面 能够缔结年龄 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第一 他只有一个女孩 那他家里也没有一个女孩 但是约瑟乎这个年龄 是不肯接受的 而那个站长的女儿 他是可以 你看他都可以跟到那边去 但是如果他那一天 约瑟乎站 那情况里面又不一样 那刚好就去怎么样 去伊斯曼去检查身体嘛 所以他说 你儿子 他说他去伊斯曼 那个是他妈妈还是没人 我们不知道 反正就有一根女人 他不过那个 我话上是先找一步来 来跟他谈 所以虽然都没有谈话 可是耶稣会觉得说 他是有男人来 来家里 所以慢慢慢慢 起了很多疑心 所以对这种事情 因为耶稣是让反应 非常非常刺激 所以到最后来产生 但是这也是一种过程 也是一种必然 也不一定要走到说 一定非得要把他杀死 还是什么 那是一种所谓心情 血气方刚嘛 血气方刚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这部电影的一种调性 他就被界定在这里 所以我认为 没有什么那的一种教育 小孩子里面有时候 是靠着自己 慢慢摸索 很多生命里面 是自己摸索出来 来 还有吗 请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